Hello,大家好,我是小正杰西卡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套穿搭 如何从户外通勤的舒服 一秒变成室内办公室里的优雅知性穿搭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留言 并且关注小正杰西卡哦 那就来看看吧 那么第一套 就是这样一套非常非常酷洒的一套衣服 而且它非常有80年代 那种摩登大女人的感觉 这一件外套呢 是一个扩型款的飞行人夹克 今年非常流行飞行人夹克 尤其是这样的体质款 我一直小买一直没有买到 前两天去了曼哈顿的Vintage Show 终于被我找到了 所以特别开心 这件有电接 所以它非常有80年代 那种摩登时尚感 很扩型 那么外套呢 是比较中性化的 所以内搭就要选择一个 比较女性化的内搭 所以我选择这样一个漂戴衬衣 你看我很少穿这样的衬衣 那正好跟这个外套能够形成对比 就是一个刚柔并济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呢其实是有一个小星星的 是Equipment和Kate Moss的一个联名款 哇都有多少年了 应该有六七年了吧 反正当年是我好不容易抢下来的 然后就穿了这么多年 所以可见投资一件真正好的单品 真的可以穿很多年 所以这样的一个女性化的内搭 和一个比较中性化的外套 能够互相碰撞 这样就不会显得太像男孩子 对吧 而且会非常的耐看 那么下半身呢 因为我考虑到我要挤地铁 纽约的地铁是没有电梯的 所以非常不方便 尤其是比如说秋冬天 还会下雨呀 对 再过没多久就会下雪 所以很不方便 所以我会选一个九风裤 比较利索 配一个马丁靴 这样健步如飞 怎么跑步都可以 那么全身其实是比较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不背包的话 那这时候呢 我就会选一个链条包 这个链条包也是一个名媛饭 因为它有个链条 这样呢就可以打破 整体黑色的沉闷 这比较突得出来 而且我喜欢全身 只有一个重点 这样就比较有重点 那这个包包呢 是我在纽约的一个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的 一个Vintage店里面买的 当时买的时候呢 就觉得很实用 又很大 而且不像普通的小巷 那么的名媛 其实是个相机包了 但又不是普通的相机包 我感觉正好很适合我的个性 实际证明我还是买对了 但是其实链条是有点长的 大家看到吗 所以我用了一个链条神器 我们大魔宝上面有 这里就不说了 有的时候我会把它藏起来 这样会更好看一点 就是这样子 嗯 我带一个很大的耳环来提气 而且就要更有80年代的感觉 这幅是我新入的 哎呀好得意呀 也是我在买它的Minted Shio上面买的 呃黑金款非常的大 它是耳夹来着 其实是有点疼的 它胃肌有点红了 当然啦 就是耳夹 那其实带个几小时应该没问题吧 它架不住好看啊 对不对 真很美啊 来再来展示一下 特别满意这一套 非常酷哦 好满意啊 好了那么问题就来了 假设我这一套在路上通勤 哇特别撒特别酷 一个小姐姐 那么我到了办公室 我怎么一秒切换呢 好像穿个马丁靴 也不是特别合适啊 反正外套是要脱掉的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大家来看看 到了办公室以后呢 首先我们把这件外套就脱掉了 是很难 好 然后把马丁靴换成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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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考究太考究,这一副呢是我,哇,都买了十年吧,这副是小香的银色的耳环,当时我在香港买,看我记得多清楚,这很好看啊,我不太戴啊,但每次戴,我都会想到我当时在香港买耳环时的兴奋感,哎哟,真的很开心,我会戴个银色的手表,这个是蚝雅表,是白色,也跟这个白色是可以正好是可以互相比, 这一套都是银色,跟我的鞋子也是匹配,那么上班的时候,利路,我会把袖子稍微卷起来一点,卷起来我见到过很多朋友是这样卷啊,这样卷其实就你看,就看着就很死板,看到吗,我不会这样卷,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怎么卷,我先上去一道,这样来,先上去一道,然后往下拉一点,然后再来,然后再往下直一点,那这样就比较的自然,你看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比较自然,这个就比较矮白,所以我一般会这样,或者你可以稍微再长一点,露出手,外发就比较有直肠感,比较利索,不知道是不是好很多,戴一副眼镜,眼镜就更加有直肠感,那你当然可以把头发扎起来,那像我这样把头发披下来,就比较温婉,对吧,就是气场没有这么强, 那这样呢,就一秒切换成上班的模式,你看就很干人的白龙小姐姐,那这样的话呢,就跟前面刚刚穿着的飞行员夹克,裤萨与主纹纯纯是不一样的风格,那不是说一模一样要拷贝我这样穿,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其实很多衣服,它都没有绝对的一种,我只能在职场穿,或者我只能平时休闲玩耍的时候穿,关键还是要看你怎么样搭配, 怎么样根据不同的场合去选你的配饰啊,鞋子啊,还有上下以外的搭配,希望这一套给大家启发 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二套我的穿搭,就是同色系的蝶穿 这一件呢,是我前一阵在纽约的一个奥特的这上面买的一件风衣啊 我是特别不喜欢去奥特列的,因为我年轻时去过很多奥特列的每次买东西都买错,所以我发誓不去,但是anyway,那个奥特列很有名,因为我朋友有车,我就偶然去了一次买的是这一件,这件是Max Mara,它的叫LEZURE这个collection 所以相对价位呢,并不是很高,我很喜欢它这个颜色,它不是普通的妥色,而是有点像燕麦色,而且它是有一种纹理感,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喜欢这一件 长短大小对外来讲都特别合适,因为我穿长的款比较能够有七长,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一件 常常通勤,出去逛街啊,或者我在路上啊,赶路的时候,还是那句话,不可能穿高跟鞋,对不对 所以我会穿厚底的短靴啊,我们跟大家透露个小秘密,我还不太会穿袜子的人 就我不知道怎么样搭配袜子,这个也是我的神来之比哦 我会觉得,哎,搭配的这个袜子好像一下子就对了,明白我意思吗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我不配袜子,我假设不配袜子啊,这个是我新学到的 大家一定要get it起来,如果你已经很会搭配袜子,就不用管了 你看哦,如果没有这个袜子,是不是觉得好像腿不够直啊,就特别显腿粗,有没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一旦把这个袜子露出来那么一丢丢的边 而且袜子呢,是紧口,就是有点紧的,等于这里是松的,这里是紧的 一下子就好像有感觉了,对不对 我当时发现了这个TRIX,我简直就开心了 开心死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就get it到了 你看啊,这个靴子跟袜子都是跟这个外套,其实是同色系的 其实这个内搭也是同色系,也是属于大地色系里面的一种 但它是偏红褐色的,这一件呢是UNIQLO 是跟一个内衣的一个联名款 这个当时我是去它店里,所有的店里找到了这一件 我很喜欢这一件,因为它的颜色很特别啊,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个颜色的衣服 我当时觉得这个颜色亚洲人穿,我去黄蹄嘛,会很难穿 结果一上身根本不难穿,所以我很喜欢这一件 那我会背一个同色系的包包,那这个包包呢是一个英国品牌 Amelia,也是凯特王菲很喜欢背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包,它比较sleek,颜色跟我的衣服也是同色系的 分支裙呢,我也是不戴任何的腰带的,用这样非常的轻松哦 试方面呢,就会带一个我经常带的一个,这个是Fred的一个双色首饰 老读者都知道,然后我会带我的Cadia的双色手表 然后耳环呢,我就带一个,这个是我新买的,也是网上一个英国的一个owner那里买到的 我觉得很好看,它是一个复古的,是一个复古款 但它呢,是普通的那个,有耳洞的,所以戴起来,不会那么痛 好,那么我日常通勤啊,出门逛街啊,走很多路啊,赶地铁我就会这么穿 好了,问题来了,如果我这一套要穿到公司去怎么办? 那穿到公司的话呢,外套脱掉了 我感觉好像也太过休闲了,太好 那我会怎么样改一下这一套的穿搭呢?等大家来看 首先呢,我会加一根这样的皮带 因为这样的针织裙呢,没有腰线,就会显得过一个休闲 这一根呢,是我新买的Andy Massimo Tito 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啊,就是ZARA的捷备品牌 这一根呢,我买的是中号,是他们的一个限量版 买的是巧克力色,它还有更宽的,还有应该还有更更细的 我这一根是中间款,我觉得这个宽度是最容易,最容易带的 裙子裤子都可以handle住啊 那么你看,我这一根买的时候,其实买大了,买的是M号 因为各种原因,我没有退货,那怎么办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这样子,看得到吗?我近一点 就是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吧?而且视觉上呢,只会有个竖长感 反而会显得瘦一些 然后稍微拉拉好就行 是不是,一下子腰线就出来了 对不对?就一下子就感觉好像利索了很多啊 那么鞋子 后的那卡其色靴子就不用穿了 就可以穿上这样的一双铜色系,这sling bag 也不是跟太高 这样就很有直肠感,感觉到了吗?大家 就跟刚刚风衣穿在外面那种啊,非常慵懒 非常大气的风格又完全不一样 这一套就是很直肠,很知性优扬 可以把头发扎起来 更加的一个可靠的一个形象 这样做plantation什么,可以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喜欢哦 同一套衣服简单转换下配饰 就可以有不同的风格 记得留言点赞并且关注小镇杰西卡哦 我们下次见哦,拜拜!